随着气温的升高,有时候还没开跑就出了一身汗,让许多业余朋友觉得跑前,没有必要再进行热身运动,会跳过训练前的热身步骤,直接开跑,从而导致以膝关节,踝关节和腰宽部损伤为主的训练上高发,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训练准备工作不充分,或是训练前热身运动。 那么,热身就只是简单的穿穿筋,等等腿那么简单吗? 跑前的热身活动,热身活动在英语中被称为warm up,在中国带一座准备活动,热身活动作为一种传统的身体状态调节方式,因其积极的效果至今仍被众多运动训练专家和教练员们广泛采用。 他们都认为热身活动不仅能提高训练水平,为取得好的运动成绩创造条件,而且也能减少运动损伤的可能性。 热身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提升走的身体,特别是身部肌肉的温度拉上胶原质纤维的强度,以使具有较大的柔韧性,且使肌肉的粘质性下降,提高肌肉的收缩和舒张速度,增加肌力。 这就会减少肌肉拉伤和运带扭伤的可能性,而且有助于防止肌肉的剧痛感的出现。 热身活动的作用 一、有效地克服人体生力多性 人体在剧烈运动时,被通气量可高达70到120公升每分,而相对外进食仅为3公升。 厨师先不热身或热身不当,心肺功能不可能很快满足运动供养之需求。 加大供养途径是人体在剧烈运动中保持热能来源的决定性环节。 人体肌肉养料来源的途径是毛细血管。 平时相对稳定状态,下人体的毛细血管并非全部开放,约有十分之九是关闭的。 而剧烈运动时要求肌纤维收缩加强。 强度收缩的肌纤维需要大量养量工艺,以保障运动时能量的消耗。 这是毛细血管往最大限度开放至关重要。 运动是毛细血管的开放,是平时的二十到二十五倍。 如运动前不热身或热身不当,毛细血管往的开放动作,在短时间内很难达到需求。 二提高肌温,肌温及肌肉的温度。 在运动中较高而适宜的肌温是人体细胞代谢高速进行的保证。 运动前是以热身和提高肌温三度以上,肌温每增加一度。 肌细胞的代谢速度约增加13%,即使说加快了养从血液到组织的交换速度,无疑是提高了肌体的工作能力。 三,加温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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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温的温度提高,可使其柔韧性延展性加强,扩大其活动范围,剧烈运动时不易受伤,同时关节脑滑润液分泌的加强,又加大了关节活动范围和灵活性。 这可最大限度地避免剧烈运动时关节的损伤,进而提高动作幅度。 四,稳定肌体组织二氧化碳。 较好的热身可使肺泡中的二氧化碳处于稳定状态。 这是保持运动能力的先决条件,热身后肺痛气量加大,肺泡最大限度的开放,养的输送得以保证。 机体组织较少出现氧化,使之新陈代谢能力加强,肌肉较高工作能力得以持续。 这在持续性的中长跑活动中尤为重要,运动前的热身不宜简化,热身体是讲究顺序的。 即从强度低切缓慢的动作开始,慢慢过渡至强度高,速度快低动作。 无论是白前或日常训练,基本方法都一样,想要让热身更有效,必须仔细安排好先后顺序。 并规划好时间,以二十分钟左右为宜,热身顺序大致如下。 一、预先准备,根据个人状况进行热身,对疲劳赶长的部位周边进行动态伸展, 或者按照接下来要练习的内容要求,容易引起的受伤等。 进行轻量运动,持续三到五分钟。 二、慢跑,进行慢跑,慢慢提升速度,直到微出汗。 慢跑过程中如果能加入一些简单的变化,效果会更好,如行情间扩胸运动等等。 三、不法练习,慢跑结束后不要休息,以走路等方式一边移动脚步, 一边进行五到八种的轻量步伐训练,以将要运动的实际动作作为训练动作。 此阶段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主要关节周边的动态柔韧度,并加入预防伤害的动作。 四、伸展运动,体温和肌肉,稳度上升后,便可以进行以改善各关节动态柔韧度为目的的伸展运动, 以动态伸展为主,也可在中间穿插静态伸展。 业余跑者应该怎么做热身? 业余马拉松运动员 在参加马拉松比赛时,因为无法得到专业马拉松运动员站在前排的待遇, 只能早点站进队伍中,这样你就无法进行充分的准备活动。 所以,建议大家在起跑前15分钟左右,就要原地做上支,膝关节,脚踝,腰部,原地脚部点脚等的运动。 吸跑前3分钟,停止练习,调整呼吸,等待比赛。 吸跑后的将2000米作为跑动中的热身,3000米后开始逐渐把配速调整到赛前指定的配速。 但是,业余马拉松跑者,在平时训练间歇训练,专项强度,和参加一些短距离5000米,10千米, 接力赛等比赛完全可以按照专业中场跑运动员的准备活动步骤进行。 只是刚开始成事时,准备活动的距离,强度相对较少一些,但步骤基本不变。 准备活动细节和注意事项。 一、一般认为,业余马拉松运动员的准备活动的强度,以45%最大摄量量, 减率达100到120次每分,时间在15到30分钟之间而已。 当然,专业运动员的准备时间会更长一些,特别是短距离,爆发力强的100米,200,110米蓝等项目。 准备活动,准备活动花费的时间会更长,例如,留下每次比赛前的准备活动,要达到两小时以上。 二、准备活动,还应根据赛程安排,个人习惯,训练水平,和季节天气等因素适当加一扫整。 准备活动结束到正式练习开始时间的间隔一般在15到20分钟左右,尽量不要超过30分钟。 超过45分钟所做的准备活动就基本无效了。 三、如果遇到了炎热的夏天,准备活动的量和强度可以适当较低,最终,以全身出汗位目的。 相反,寒冷的冬天,准备活动的量要适当增加,同样以全身出汗位目的。 四、如果遇到雨天,最好把比赛鞋和比赛服单独包装好,然后穿北优的训练鞋和运动服进行准备活动,等起跑前十分钟,再换上干的衣服和跑鞋。 五、准备活动初期,进行慢跑时,要注意压制自己的兴奋,减少和说人聊天,说话,静下心来去做热身,而等到起跑前五分钟,就要通过各种手段,主动调动自己的兴奋点,把自己的状态调到最佳。 五、准备活动,动态热身,一、足肩走,起始姿势,以良好姿势争织站立,保持肩部后收,一双脚速跟上起,一前脚掌站立保持平衡,二、左腿向前迈出,并将左前脚掌向地面推挤重心前移,等脚肩向上抬升身体,该动作可以帮助激活小腿肌群收缩,迈出右腿并重复上述过程, 三、双腿持续交替行走,二、足根走,起始姿势,以良好姿势争织站立,保持肩部后收,一抬起足肩,二、左腿向前迈出,并将身体重量压在足根部位,保持足肩朝上,该活动可以激活筋前积,小腿前部从膝盖延伸至怀部的肌肉,迈出右腿并重复上述过程,双腿持续交替行走,三、怀侧走, 起始姿势,以良好姿势争织站立,保持肩部后收,一将双脚内翻,依靠双脚外缘保持平衡,二、将右脚迈出,并将身体全部重量,落在迈出的右脚上,并最终将右脚足弓贴至地面,迈出左脚重复上述动作,双脚不断交替进行练习,四、脚踝踢大,起始姿势争织站立,保持肩部后收, 一、在保持从脚后跟到头部整体的身体姿势正确的前提下,拉提左脚脚尖指向天空通过脚踝背曲,同时利用宽缺动作,使左后脚跟提离地面,注意膝盖不能拉, 二、通过收缩肥掌机与比目预计直驱,爆发性的推动你的脚掌敲向地面,右脚重复此动作,交换敲击地面越510M的距离,注意力集中于敲击地面的爆发性力量,预缩短眉直角与地面的接触时间上,五、手走拉伸重如是行走,起始姿势,保证双腿伸直,全脚掌逐地,俯身双手撑的抬高臀部,双臂尽可能向前伸展, 一到二保持整个背部和腿部平直,慢速向前走,再保持双腿伸直情况,下双脚,尽可能向称多的双手移动,做此动作时应感觉活绳机和下背部的拉伸,三当节紧撑的守候,慢慢地用手向前走,腿部保持不动,直至还原到起始姿势,以此方式不断向前行走,六、蜘蛛人士爬行,Spiderman crawl 起始姿势,正身站立,左腿向前方45度迈出约中等距离,然后屈膝下腰,双手触地,注意保持脊柱正直处于中立位,不要向两侧安躯,头部面向正前方,一到三起始姿势,是迈出左腿时,张臂交替向右腿行走, 与此同时将右腿迈向前方,七、蝎子白腿,起始姿势,面部朝下,俯卧于地面,双腿伸直,双臂向身体外侧展开伸直,一慢慢地将你的右腿绕到身体左侧,保持10F,目标在于将你的右脚脚趾,放到你左手进可能进的地方,二的另外一侧,重复动作,八、爆发跳跃Power Skips, 七十姿势,正直站立,双脚分开与肩同宽,保持肩部后收,九,重复深蹲翘,七十姿势,太油运动式站姿,一到二,深蹲至心该趋趋90度至135度,到达重心最低点后,不要有任何停顿动作,立即尽可能高地数值向上发力奏跳,力量进地面传导至脚踝,膝关节,髋关节, 落地后,立即尽可能高地向上跳起,伸,后退跑,七十姿势,采取运动式站姿,以保持核心部位收紧发力,且上身正直,有脚带动后退跑,足跟蹬地推离身体,每一步尽力将腿伸展到所能达到的最远距离 十一,A是走,跳,跑进城,七十姿势,正直站立,双脚分开与肩同宽,保持肩部后收 一,左腿向前迈步,右臂去走成约90度,左臂后摆,强调膝盖上提脚尖上钩的姿势,为迅速有力的向宽部下侧的地面登出左脚做好准备,脚尖上钩与近骨成正角度,从而帮助宽部向前的位置 二,左腿有力踏向地面,完成有效的宽部伸展 变化是,当此动作已经被有效掌握后,可逐渐提高节奏制跳的动作 对于那些技术更加成熟的速度型运动员,此动作节奏可以提升为跑 注意,在运动员游走转变到跑,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常见的错误 即失去对核心部位与宽部位置的正确控制 十二,B是走跑跳进程 七是姿势,正直站立,双脚分开与肩同宽,保持肩部后收 一身体前倾,趋左膝在身体前方,向上体肿至优膝相同或略高的高度 二到三左腿向前伸直之后,左腿立刻加速向下,并向后拉动大腿 在左宽下方做八的动作,该动作执行过程中,始终保持足位去逐渐向上,双腿交替进行 热身准备运动是训练中极为重要的一环,科学合理的热身对于预防训练商,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一套有效的热身运动,有许多关键部分组成,这些部分只有共同发挥作用,才能减少损伤的发生 林立平,山东烟台人,师从98跑孙光红教练,现就读烟台大学体育学院98跑经营组学员,多次获得国内马拉松女子冠军 运动生涯,2015年黄河口扮成女子第三,2015年烟台马拉松扮成女子第二,2015年零一马拉松全成女子 第四,国内第一,2016年阳陵国际马拉松全成女子第二,国内第一,2017年风化桃花山的马拉松全成女子第一,2017年聚荣马拉松全成女子 第四,国内第二,2017年海洋马拉松全成女子第三,国内第一,2017年莱山扮成马拉松女子冠军,2017年龙口扮成马拉松女子亚军 2017年青岛海上国际马拉松全成女子亚军,2018南京冰江扮成马拉松女子冠军,2018黄河口国际扮成马拉松女子冠军,2018年海洋马拉松全成女子冠军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